他们因脱发饱受困扰 拉一下 看看 你这一把下去 多心疼啊 年龄这么小就掉头发 你是不是肾不好啊 天哪 萌萌 你这么小的岁数你卸顶啊 我自己就深受脱发的困扰 你理解我那种心情吗 到底该拿什么来拯救你的头发 今天节目当中 杨主任会教我们自制生发 丁 敬请收看聚场健康课 各位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由鲁南支药 起拿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 职场健康课 中医股方治腺病防止感冒 就用起拿力金房颗粒 我是主持人刘主毛 在此欢迎大家 各位健康观察员 节目开始啊 咱们先来猜猜看 猜什么呢 猜我后面这张照片 一会儿来看一下 看图猜年龄 看这个毛发稀疏的这张照片的主人 今年大概多大 胖姐 最少也得六十多 姐应该比您大 那也得六十往上了 这对呀 七十吧 单纯从人家照片啊 我就没好意思说 单纯从人家头顶这几个毛发 就猜人家七十 你有什么样的理由 萌萌 什么理由啊 就是我爸那个头额比他多 你的看照顾就是您的父亲 那萌萌 你凭着摸着良心中 你说他有多大岁数 先老 我不用摸着良心 因为我知道答案 来吧 请出这张照片的主人 有请侯先生 侯先生您好 一定要戴着帽子吗 没没没没 主要是我这个平时习惯戴帽子了 然后呢 要不然的话在人群里太乍眼了 你看 那么您今年 我今年35岁 您不是为了这个节目炫剃的头啊 他不是我看的比较 我看的比较近 我这是确实是掉了 这个上面都长不出来 因为他头顶上我看的比较近 就是有一点点绒毛 对对对 对您是脱发吗 对啊 我是脱发 怎么回事啊 经历了什么呀 我就是上高考那年 然后我就开始有点掉头发 然后上大学期间 这个掉头发就越来越严重 我一起头一抓一大把 东方啊一直特别紧张 你看他一直离我特别远 但是我想给你安慰是什么呢 我头发也少 我这个上节目之前我涂过了 不然的话我跟他有相同的心情 所以我特别理解他 特别羞于在别人面前低头 一般一低头的时候 别人都会说 天哪蒙蒙 你这么小的岁数 你歇顶啊 你理解我那种心情吧 还有比这更无语的 就是我之前出对象 去见家长 然后结果人家见着我之后 人家说 就你年龄这么小就掉头发 你是不是肾不好啊 哇这个有点太扎心了 但是我也知道东方其实 就因为受脱发的困扰光头嘛 也啊也算是有点收获 呃对就是呃我是一名演员 我我会接到一些就是呃拍摄 我们一块来看一看啊 专门演什么呢 和刚招网的女友逛节 心情美美的 可是知道出现了一位 假发被吹跑了 就专门演这种尴尬的小视频是吗 对对对对对 你看吧 就是就是这种假发呀 这种需要光头啊 拍摄的这些视频找我 然后还有就是就是就是替身啊 如果我把胡子替掉呢 我是给郭东霖做个替身 在之前我也是一名演员 我也有去试古装戏 但我跟你的遭遇有点不同 我当时呢造型师就说 我的发际线比较靠后 就是说古装扮相的话会比较好 因为就去省得去再剃前面的头发了 但是这样呢也是对我的其他角色形象 会造成一定的阻碍和影响 你觉得自己发际线高吗 我觉得挺高的 你方便把你的刘海让我们看一看 好的 了起来看一下吗 胖姐离得禁局的高吗 发际线 高 高啊 好吧 愿意把发际线给我们看的都是 胆子大的人 这我们观察员当中 还有一位也深受脱发的困扰 做个自我介绍吧 我叫杨光耀 我跟那个东方大哥 有两个特别像 大哥 你今年多大呀 我今年二十八九四年了 不是我没有任何冒昧和不尊重的意思啊 我只是说不太像 就没有那么像二十八岁 我看到东方大哥我也感同身受的这个点 那你的发际线跟五尊比那真是高了 对对对对对吧 我也是从高中时期就是开始掉头吧 作为一个二十八岁正青春的小伙 有这样的发型 那么请问你是不是也在相亲的时候被人家质疑过呢 我一般最开始相亲都戴着帽子 就是我家里帽子是最多的 各种样子帽子 你跟大家说说你们家有多少顶帽子 得有个三十多顶吧 各种样子的 谢谢东方 也谢谢我们几位观察员跟我们一块来分享 我知道愿意把自己的这个不太好意思的地方拿出来分享 是很需要勇气的 因为我自己就深受脱发的困扰 但是我们现在要找一个医学方面的办法 医生跟我说 就我们国家呀 脱发作为一种疾病 越来越低龄化 所以你看 三十多岁 二十多岁 马上三十的就已经开始受脱发的困扰了 提出问题 怎么样让我们的头发求求它别再掉了 怎么样让我们的头发求求它 让它长出来 茂盛一点 我们请出中日友好医院毛发医学中心的两位专家 给我们答案 欢迎二位 杨主任您好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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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医生好 请坐 杨顶全主任医师 中日友好医院毛发专病医联体负责人 毛发医学中心主任 皮肤健康研究所副所长 李诺 中日友好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 医学博士 北京中西医结合学会 皮肤性病专委会青年委员 跟大家说一下 两位医生不头发 也不掉发 并且杨医生跟我们说一说 这个夏天您做了一件什么事 刚刚把头发剪了一些 太热了 因为杨医生说他头发实在太多了 太热了 还打薄了一点 李医生 你洗头发的时候 大把大把地掉吗 不掉 两位医生刚才跟我 小小地秀了一下 因为人家专业 知道如何养护自己的头发 但还是那个问题 杨主任先说吧 我们这掉头发有救吗 有救 太有救了 大部分人的头发 都是可治 可控 可防 你刚才说大部分的这个脱发 都有救 对 无凭无据 你得说服我们 我有案例 大家看一下照片 看一下 这是左边找你之前 对 这是右边 对 这是直发了还是 没有直发 就是通过普通的治疗 这个患者我这样的 这个患者大家35岁左右 35岁 东方 你有救了 东方 东方说一下心情 看到这个照片的心情 我笑了 笑了 好 有希望 有希望 大家找我直发 他说这个头发太少了 能不能直发 我说种不上 为什么呢 你头发那个 头发密切太大了 中的毛不够 我们先用药物之后看看 这三个月看效果 如果不行 我们再考虑看能不能种 然后三个月之后 一会儿我都近待了 我不认识他了 他多长时间 从左边到右边 三个月 吃药还是抹药 连吃再抹 就我们像龙面酱 种地试肥一起上 这真的是对一个人的颜值 是有很大的改变的 像我们这些大妈们 跳广场舞 是不是也愿意找一个 就是满头发的那种 就是他就显着精神 显着年轻 显着有活力 是不是到了月宝后 六七十岁就不会再有这个效果 六七十岁再脱发的话 就没得救我 未必 我这有一个七十岁的老爷子 他来了像我这小 提高生工质量 哎呀 就是头发 我不是很不太满意 能不能让我长一点 七十岁 对 还能长 这个效果好不好 三个因素 第一个你本身毛狼条件好不好 就种子栽不栽 种子没有了 所以没办法 那么第二 你的本身 对药物是否敏感 如果敏感的人 它效果也好 还有第三个 更重要一点 就是天天坚持 像农民种地样子 天天施肥 天天浇水 他专家找的就是好 杨主任说了 七十岁也可以 我们在这儿 给大家买个伏笔 今天节目当中 杨主任会教我们 自制生发丁 而且据说很有效 应该很有效 三个月吧 三个月 而且重要的是自制 自己就可以完成 对 生发 长头发 而且丁 我理解 就是抹吧 对 涂着 不打针 不吃药 坐着就开始抹个药 你就长头发了 想知道怎么做吗 关注我们这期节目 好了 我们接着胖姐这个问题来说 是不是年龄大了 掉头发就很正常 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 杨主任 对 掉头发嘛 随着零人增加 这个发量越来越少 这是一个自然规律 但是继续到六十岁 如果形成了整个脑的 头顶能没有毛发了 蟹顶的话 那还是有问题的 头发呢 不仅是我们第二张脸 同时呢 也是我们健康的潜雨表 怎么讲 因为呢 头发跟很多疾病有关系 比如说 我们头发特别少的人 到了老的时候 也可能会得潜力线 增生 那么还有一种人呢 就是搬突 搬突 搬接头 它跟免疫一般有关系 你按照人发展 衰老的这个过程 对 其实脱发 我们比较常见 但是脱到某一种程度 就不对了 对 来 说下一个问题 头发 难道仅仅是为了 让我们好看吗 胖姐呢 觉得头发还有什么作用 我觉得头发长出来 就是死的 它就像我们的 直接盖一样 没有什么作用 第一声 一句话先反驳它 你想一想 头发下面是什么呀 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器官 是我们的大脑 大脑 是吧 然后头发呢 它是可以直接保护 我们的大脑 头皮 是不受外面的一些 机械性的 或者是物理性的刺激 还有一些紫外线呀 空气中的 这些有害的物质 头发其实都可以帮助我们 阻挡遮盖一部分 这方面的损害 头发没有以后啊 我们头皮 容易受到紫外线的照射 它容易干裂 长期的这种紫外线照射 容易诱发头皮的肿瘤 所以我们海边的渔民 又是光头 又不戴帽子的情况下 它出现皮肤肿瘤的概率 比我们正常要大很多很多倍 主要是我们的肌体细胞 连癌都有可能会出现 这是有医学依据的 当然了 也有医学依据的 但是现在我们讲一讲 大家发现没 我们几位嘉宾 受脱发困扰的都比较年轻 原因在哪 这个脱发的低电话 有几个方面因素 那么第一个呢 就现在我们的生活压力大了 越来越大了 压力越来越大 睡眠时间越来越少 现在11点之前能睡觉 能上床 能入睡的话 风暴凝角 熬夜吧 熬夜 那我们就这个问题往下说 为什么熬夜会让我们脱发 我们请杨主任到道具这一边 给我们解释一下 经常熬夜的朋友 可能会有这样的感受 熬过一宿之后 早上起来 看那枕巾上全都是头发 我就想知道 熬夜它为什么会让我掉头发 因为长期的紧张熬夜以后 我们的头皮血管容易输缩 头皮血管输缩 给头皮的营养就会少 就像这盆盆景一样 这个我们的头皮 头卵像头皮大葱 就像我们的毛发一样 毛发葱拔起来看看 葱的根部是什么样 来看看 这个根像我们 给毛朗提供的血痛一样 头过这儿有血管 毛朗是一个 毛朗是个器官 它不仅有血管 还有神经 还有淋巴管 总熬夜 总紧张 然后你天天 没事 这儿坏一下 这儿又拖一下 慢慢地 这个根全没有了 毛巾没了 它就掉下来了 对 但是它还会再长 它又长新的毛 但是长可就没有 这么粗的大葱了 对 慢慢地就变成这种 小细葱了 对 刚才都放出了 我这个老子上 还是有寒毛的 寒毛就是这个 微小化的毛狼 熬夜为什么会让我脱发 这个过程我理解了 但是我们还要继续来说 杨主任 你说谁不掉头发 谁不天天掉头发 对吧 我就想问一下李医生了 天天掉头发很正常吗 大概在70到100根之内 都是正常的 有没有一个办法 能判断我这儿 头发是不是正常 杨主任有一个好办法 我们点两位吧 跟我们一块来操作一下 我们请光耀和何静 来跟我们一块做这个检测 怎么检测我头发 是不是正常啊 第一个很简单 一看 大家看看他们两个谁偷发 不好 对 发际线超移了 杨主任有一个说法 怎么测你的发际线 是不是高了呢 是有一个四指法 对 怎么来测 那么同时呢 我们每个人的四指病笼 压住眉毛 压住眉毛 如果露头皮 那就是可能是有问题的 它这至少有两指了 第二点我们压一压也可以了 压一压 压一压 它这比较好压 你看啊 用手指头压在这个地方 再压在后面 这个明显薄了 前面的明显比后面的要薄 这就是头发的表现 对 一般来说 头发也就在这儿 这个位置的头发是最多的 后脑勺的头发是最多的 对 第三个方法也简单 女孩子 为什么请他来呢 他马尾变一掐 对吧 今天掐一下 一个月之后再掐一下 两个月再掐一下 变得越来越细 它也设少了 这次的方法也比较简单 我们可以看一下法缝 头顶的缝隙 对吧 我们洗完澡之后 不是湿的吗 一边分一半 弄个五五开 每个月呢 拍张照片 连续六个月 法缝的宽度 越来越宽 脱发 咱们还有一种方法呢 就是我们钓的比较多 确实比较多了 我们还有一个方法 叫拉发实验 叫轻拉实验 我们一般上 塞上个手指头 可以轻轻地揪一组毛 我们在这儿看看 轻轻地抓一组毛 一般想 这个拉的头发 数量大概在六十根左右 如果每次拉的头发 不超过百分之十 不超过六根 就算正常 到这种拉一下 看看 有没有 有位有位 你这一把下去 多心疼了 等一下等一下 都被说话 让我说说 一 二 三 四 五根 但是离六根 也差不太远了 对 但是这个拉发实验 的一半是三天不洗头 来给我吧 我估计你昨天洗头了 所以你掉了一些 如果现在光药 再不干预的话 会不会有一天 变成东方呢 未来的东方 不注意的保护的话 也就可能三年五年 也如果保护得好 也可能十年八年 但是你说 你说气人吧 你说光药这胡子 长得咋这么好啊 就是这上面头发 怎么这么稀疏 掉过来就好了 谢谢两位观察员 请回座 来我们再继续往下聊 那杨主任刚才看了 我们两位观察员的 这个头发 特别是光药的 你也说过了 其实是有希望 再重新生长出来的 新的毛发 生长出新的毛发 是不是一个特别漫长 和艰难的过程 也不是 首先呢 我们知道头发来 要找病因 第二步呢 就是及时止损 对症下药 及时止损 就是先别让它掉了呗 止拖 止拖 那么对症下药呢 生发 我们得找病因啊 对吧 对症下药吧 杨主任 让我们脱发的原因是什么 我是做中西医集合的 我可能要从两方面考虑 中西医两个角度 中西医两个角度 那么首先从西医角度来考虑 对我们脱发化人来说 绝大部分都是 雄激素性脱发 这个脱发是因为 雄激素这个东西 怎么样导致的 对 跟雄激素代谢有关系 杨医生告诉我们 雄性激素脱发 多发于男性 主要原因是由于 人体雄性激素代谢紊乱 使得头顶部的毛囊 对雄激素的敏感度增加 导致毛囊萎缩 最终脱发 长半有头皮油腻 头血增多 头皮搔痒等症状 就头顶这块的毛发 它对雄激素敏感 我们的后面 胡子体毛 它不敏感 怪不得光药 头发少到胡子长 对了 也就是雄激素 我们人体对雄激素 特别是毛发这一块 对雄激素是比较敏感的 头顶的毛 就这一块 就这一块 东方的和光药的 都是头顶的毛少 雄激素有 但是它现在紊乱了 是不是还有一种药 可以针对这个问题 对 叫什么 叫非辣雄胺 一号克的非辣雄胺 它是涂抹还是口服 口服 它主要是 医治雄激素的代谢一场 对 就从根上给你解决这个问题了 还有一个 现在我看到好多小视频 科普也在推荐 叫米诺蒂尔 对 它是一种涂抹式的一种药膏 说也能生发 对 靠谱吗 靠谱 目前对于男士来说 用5%的米诺蒂尔 每天两次 如果是女士 用2%的米诺蒂尔 每天两次 喝点是用5%的米诺蒂尔 一天一次 都有非常好的效果 非纳熊药和米诺蒂尔 是处方药还是非处方药 处方药 都是处方药 对 也就是你想买 你想涂 你想吃得到 对 到医院去找专业医生 往里去诊断 检测 再处方 而不是说 我觉得我熊秃了 我就买点药吃吧 我就涂一点吧 这不行的 对 它可能不是熊秃 可能是其他的疾病 我们刚才是从西医的角度分析 我们为什么会脱发 中医怎么分析呢 中医认为脱发和他个人的这种体质 我们发现有几种体质 是比较容易脱发的 李医生为我们总结了一下 易脱发体质 第一个 湿热 湿热为什么会导致脱发 湿热是我们的轻壮年 最常见的一种体质 那么湿热体质人 它有什么特点呢 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出油特别多呀 然后比较容易搔痒 然后呢它比较的油腻 头发有很多的头皮屑 我们的头发在上面 湿热它本身在湿在这种热的 这种蒸腾的这种作用下 它容易往上走 那么如果说过多的到了我们的头发这 就给我们头发这么一个湿热的环境 就特别不利于头发的生长 咱中医得给调理的方式啊 李医生带来了 而且带来是一款比较好的 能够调理湿热的饮品 跟我们一起做一下好吗 推荐呢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饮品呢 这些食材呢 我们可以用通过这种打豆浆的方式 然后每天早上的时候 既可以喝豆浆 然后也可以通过这些食材 来调理我们这种湿热的体质 比较的方便 也容易坚持 而且口感都不错 逐一来说 莲子对于湿热有什么作用 莲子它是一个健脾补肾的 山药 山药不单健脾 它还补气 补气 对 然后气血通了之后 它才能够运化 把我们的湿热给它运化出去 不会堆积在我们的体内 得给它个通道 对 嵌食是补肾的作用 更强一点 一米就是除湿的 这我们都知道了 对是吧 一米水能除湿 除湿健脾的作用 非常的强 红豆呢 红豆主要还是排湿 利尿 让我们的这个湿热 从小便来排出去 所以这几种食材混在一起 对 最后像做豆浆一样 把它打成汁 我们节目组很贴心 提前为我做好了 这个去湿热的这饮品 我尝尝 哎呀 你看颜色还是粉嫩的 还是好看的 对 看起来还是 有红豆的颜色 味道怎么样 不错 真不错 豆香 但是它跟 普通的豆浆的味道 还不一样 豆浆的味道就是豆子 但是它是各种原料 混在一起 就是它没有风味 不排斥 我不排斥 好喝的 早上来这一杯 就能达到趋势的目的吗 你要长期坚持一段时间 你要只喝一次 肯定是不行的 坚持多长时间呢 至少也是两三个月以上吧 我有什么样的反应 表示我湿热确实已经除了 表示你出油少了呀 没有那么痒了呀 你感觉食欲好了 没有那么乏力了 那还有什么样的体质 会让我们脱发呢 我们继续跟李医生来聊 来 我们来看 一脱发体质 第二是什么 气血亏虚 先解释一下 什么叫气血亏虚 李医生 气血亏虚呢 一般鉴于这种脱发时间比较长的 或者是年龄比较大的人 他主要表现呢 就是脸色一般是比较苍白的 经常感觉自己非常累 然后有这种心慌啊 喘不上气啊 气短的这种感觉 手脚一般也是凉的 不温的 那气血亏虚 我经常累啊 我手脚经常凉啊 它跟头发有啥关系啊 我们中医讲发为血之鱼 就是你的血液足够的充足的情况下 你才能够来营养头发 气血亏虚它也会脱发 只不过这个头发它不会说话 它不会像手脚冰凉一样告诉你 你可能气血亏虚了 它只能用逃离你的这种方式告诉你 你可能是气血亏虚了 对 营养不足了 就是我们俗称的 来吧 得补补 给方子 对 你看我们这个桌子上 这两味药就是非常好的补气血的 而且是比较的温和 比较平和的药物 大家经常的来吃也是没有问题的 黄芪就是一味特别好的补气的药 那么当归呢就是一个养血的药 怎么吃呢 我们把这两种食材 我们平常来煲汤盒 你可以来煲你自己喜欢的 不管是排骨汤啊 然后鸡汤啊 煲汤盒既有营养 然后也补异我们的气血 对我们的头发是非常有好处的 第三个会让我们脱发的体质是什么呢 肝气欲结 你让我理解我就是不高兴 我天天一不高兴吧 它头发可能也就跟着不高兴 是这么解释吗 也差不多 其实现在肝气欲结的非常多 肝脏呢 它在中医里边讲 五行是属木的 大家想想木头 大树 它是喜欢往外长 知道吧 它是喜欢那种枝繁叶茂的往外长的 但是呢 你如果老生气 这个气机不畅 就不往外长了 它就淤在里面了 然后容易伤脾 脾胃不好了 然后血的这些生化也不足了 我们的一些营养的物质 也不能够运速到我们体内了 然后时间长了 也会导致这种脱发 营养跟不上了 饿死了掉下来了 对 也给个方子吧 如何改善干预体质 李医生推荐了一款带茶饮 取菊花 玫瑰花 麦芽 陈皮 甘草 各六克 泡茶饮用 我们来看导致易脱发的体质 最后一个是什么呢 肝肾不足 我知道肾不足可能就是肾虚 那肝肾不足 肝也虚吗 对 肝也可以虚的 肝肾不足怎么导致脱发 我们前面讲了肝是藏血的 是吧 然后肾是藏精的 精和血都是营养头发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物质基础 特别是肾 很多人来门诊就说 我是不是肾虚啊 脱发就是肾虚啊 这也是有道理的 那么它又分阴虚和阳虚 该肾阴虚呢 就表现为五心烦热 这种呢 一般更年期以后的女性 是非常多见的 像潮热 倒汗 心烦 这些口干口苦 都是阴虚的表现 那么还有一类就是阳虚 阳虚就是晚上小便多呀 手脚凉啊这些 就是阳虚的表现 也得有一些条理的方子吧 会推荐什么呢 肾呢在中医里边 它是属于就是黑的颜色 认为中医认为 吃什么补什么 那黑颜色的有什么呢 大家可以想想 能不能猜出来几种呀 黑豆 芝麻 芝麻 松花的 这不算 这不算 差不多了 再就是桑肾 桑肾啊 对 还有那种黑的胡桃仁 就平时多吃这黑五类 其实对生发是有好处的 其实主要它解决的问题是 黑五类主要解决的问题是 肝肾不足 对 清水洗头 多补铁 真的可以生发吗 一款可以自制的生发药水 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广告之后为您揭秘 职场健康科栏目 由鲁男之药 起达力精方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感谢鲁男之药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我们刚才分析了脱发的原因是什么 那么很多人就开始 就这些原因自己开始琢磨了 以我的观察 在网上很多很多 生发防脱的 好多所谓的妙招 咱也不知道哪个是真 哪个是假 接下来进入传言辨辨辨 有请传言验证官 小陆 好 谢谢周萌 传言辨辨辨 你说我来验 大家好 我是陆伦一 关于脱发呢 我们的传言搜集器 这么一放出去发现 哦 不得了 那可是传言的重在区 第一条传言是什么呢 来看看 哎哎哎 你看一段视频 什么呀 我洗头呢 我把一个小哥说啊 用这个清水洗发好 啥 外国有个小哥说啊 用清水洗头啊 可以生发 为什么呀 说的是啊 洗发水 护发素里面呢 有很多的化学成分 对发质 头皮啊 都不好 你要是保护自己的头发呀 你就不能新用洗发水 跟护发素 你必须用清水洗头 这样呢 变得会很柔顺 不干燥 而且呢 也没有头皮线 哦 用清水洗 就能护发了 可能开始一两周啊 你的头发还会有些油腻 但是用过一段时间呢 你的头发油脂啊 就会复原 头发呢 也会健康 我这都洗完了 你才说 这个传言 清水洗头发 可以生发 但是人家还有证据 来吧 这个说法正确吗 我们看看 谁有什么样的见解 合情 我觉得这个说法是对的 是对的 因为我们没有洗发水之前啊 那不就是在河里洗头发吗 有的时候洗发水洗完了以后 你会出好多头皮屑 那也就证明你这个土壤的土地 已经都干了 伤害了 对 那刚才主任说了 您这一片土地都贫瘠了 您长出那庄点 它撞不了 清水洗头发 不伤头发 所以它能生发 你的意思是 就不应该用洗发水吗 你不用嘛 化学成分太多了嘛 清水你要考虑 它会不会洗不干净呢 不会 不会 不会不会我无知者无畏 非常坚定 非常坚定啊 那我们给他一个坚定的 二位一生 要不要惩罚 何敬 要惩罚 咱们就问问两位医生 只用清水洗头发 为什么不靠谱 我打个比方吧 何敬你回家做饭吗 做饭的时候 这个油盆子 不做 不做啊 那你吃饭的时候 那你吃饭吗 吃饭 吃饭啊 吃饭 那个盆子有油怎么办 有油怎么办 你又 取迪凌 有切水洗啊 取迪凌 取迪凌 取迪净 我可以拿热水洗 取迪净 我可以拿开水洗 对啊 洗不干净的 你要是猪油啊 牛油啊 这些对吧 你烫不干净的 有的时候啊 还是用的 因为我们头皮啊 正常是有油脂分泌的 头皮也跟猪油很一样吗 人体是有头皮 肯定有油脂分泌的 因为我们头皮啊 一定有一定的油脂 它有一定的汗液 形成一个弱蒜的纸膜 它能够保持我们头皮 非常好的一个 弱蒜的环境 可以抑制我们头皮 正常的一些 异常的吸引的增生 保持一种稳态 但是呢 头皮油脂过度以后 就像我们这个油盆子 太油腻 这个盆子太油腻 它都一样 用完又不刷的 对 然后自身真菌 然后呢 破坏我们头皮 产生头皮 脱红 头皮潮红 头皮凝泻 头皮搔痒 头皮异味 油脂味 然后还有汪浪岩 你看 还有头发都来了 清水是洗不掉 这些油脂的 对 必须得洗发水介入 对 但是刚才 我觉得何静仁提的问题 也对 洗发水都是化学 事迹啊 那不是这个问题 化学事迹是 我们的化 大部分的洗发水 都是国家主要批的 它就不含有一些 有毒有害的中金属 合格的 就是洗发水 洗完之后呢 它能够保持一种 头皮的 一种正常的平衡状态 小路会选择 什么样洗发水 我呢 在青春 懵懂的那个时候 大概40年前 用过 用过 对 可能是456 用过一段时间 去泻 李医生怎么教教我们 教教我们吧 怎么选洗发水 就是你要根据你的 具体的情况 具体分析 你如果说自己的头发 是这种出油 头皮蟹多的 最近你又 头皮炎症比较多 是吧 又痒又红的这种 你就要选择 控油去蟹 强一点的 甚至你可以加一些 专门去蟹 止氧的成分 像一些药物的成分 二硫化锡 铜抗座呀 还有一些酸类的 像水氧酸 这些都可以帮助你 控油去蟹的 但如果说你这段时间 头皮炎症 没有那么重 或者你本身 就是一个干性的发质 那你就可以选择 相对滋润一点的 就以这种保湿滋润的 这种洗发水为主 而且你洗完头之后 也一定要适当地 涂护发素 如果说你是这种 偏敏感的 或者说我们说 头皮有损伤的 这种发质 那你就要选一些 弱酸性的洗发水 咱们可以选 像小孩用的 一般都是比较温和的 弱酸性的洗发水 用一些婴儿的 用的这些洗护的产品 根据不同的情况 不同的土壤 吃什么肥一样 好像是 何止是洗发水有门道 连洗头发都有门道 我们以为每天 把头发洗干净了 手法正确了 其实在李医生看来 有很多都是不正确的 洗头发的方法 那我们特别贴心 为大家总结了 你们经常在 洗头发的时候 一些习惯 比如说第一个 用指甲揉搓头发 两位医生可取吗 这有问题吗 谁不是用指甲揉搓头发呢 我们应该用这个指腹 知道吧 去收指肚 对 这个是 用肉肉 比较 对 温和的 你要是用指甲直接揉搓呢 特别是女生 如果做美甲 有那种长指甲 那你就很容易 把头皮给划伤 划伤了之后 你头皮表面的 这些细卷啊 针卷啊 就直接通过 这个小缝隙 就到我们的头皮里了 就会产生一些 炎症啊 刺激啊 这些反应都会有的 再痒啊 也忍一忍啊 别使劲脑 所以我用指甲去 咔咔咔咔咔 来看第二个 洗头发的习惯 这谁不是这样 刚浸湿就涂洗发水 杨主任不推荐吗 你还是应该 把头发全部都浸湿 充分地湿透了之后 再上洗发水 这样它才更容易起沫 它那个洗发水的 那些表面的清洁剂 活性剂 才更容易被头皮吸收 是吗 但是这个医生 有的时候 我们去那个发廊 我见到这个女的 做这个洗头的 洗护的时候啊 它有一个部署 叫干洗 那是专门的干洗的那种清洁剂 它和我们普通的洗发水 是不一样的 两码事 对 太热的水洗头 那是脱毛 那是在后厨的某个工艺 有的人觉得呀 用热一点的水啊 烫到头皮舒服 它有可能没准 就又加 慢慢一点点的 一点点的 把这温度加上去 对 那你这样就还是容易 把头皮的这些保护层 这些屏障功能就破坏了 包括我们洗澡的水 都不能太烫 要和体温的差不多 38 40度左右啊 大家记住 护发素涂抹发根 这是个精细活儿 李医生来说吧 我们很多女生涂护发素 都是不对的啊 我们一定要涂在发梢上 涂在头发梢 不是这么个葫芦吧 对 不能都涂在头皮上 它要涂在头发梢 然后它慢慢地顺着发梢 它会吸收 整个头发都会吸收 你都抹在发根上 其实你的外面这些头发 它就吸收不了了 大家不知道为什么用护发素 因为在买一正一 不是 因为护发素的目的 还是保护我们的毛发的毛干 就是毛上的小粘片 让它们毛糊片备合得很好 因为毛发本身呢 如果用洗发水洗完之后 有点偏干的话呢 它那个毛小皮 每个毛小皮 粘片之间会产生静电 它会同性向西 毛小皮容易张开 张开以后 它水分会过度地丢失 我们毛发为什么弹性非常好呢 是因为我们含有一定的水分 护发素呢 可以一方面可以很好的保护我们的毛小皮 像给毛 给皮鞋打成蜡一样的 很光亮 比方可以很好的保护我们的粘片 去掉静电 所以呢 洗完之后就非常的柔顺 咱们白花了多少钱呀 我想电视机前的很多部分都是这样 因为我们一直都觉得 这个误区就是在哪儿 就是我们一直认为头发是死的 这些都是不管用的 得从根上解决问题 没想到 反了 所以啊 以后用这护发素啊 由这个动作 要改成这个动作 对 在那个发烧发尖上 一般呢 女孩突然长嘛 长了呢 就把它盘下来 然后从这个发根部 在这儿弄一弄 弄一弄 而不是这样了 对 你还可以用那个鱼帽封包一段时间 这样的话让它吸收得更好 长知识 今天又是精致的猪猪女孩 来 咱们来看第五个啊 也许是不太好的习惯 湿头发睡觉 这个我都知道不好 湿头发睡觉 我有几次湿头发睡觉 第二天早上起来 颈椎病都犯了 就着凉了 呦 那这更严重了 对 所以它对头发的损伤在哪呢 吃头发睡觉以后呢 它那个头发呀 它会变形 不像自然量干的头发 它睡觉的时候压 压了以后头发呢 会形成一个拧结 会弯曲 这样呢 这种孤独的暴力的弯曲 对头发本身有种损伤 好了 我们的这条传言说 清水洗发能够生发 不靠谱 不正确 洗发水呢 用对了 才是对我们的头发 头皮 健康的一个保护和养护 我们来看下一条传言是什么 好疼啊 孙女 这又怎么了 最近头发掉得厉害 您看 一梳一大板 你头发越来越少了 坐下 你坚持每天梳头 按摩头皮 就能防止脱发 可是我天天都梳头啊 梳头不够呗 我之前呀 听说一个故事 故事里有个老篇号 什么呀 有位老奶奶 活到一百零把岁 还有一头 窝黑的头发呢 她坚持啊 每天都梳 每天都梳到一百零把下 管用啊 那肯定管用啊 头上那么多的穴位 梳头 按摩头上的穴位 还促进血液循环呢 你奶奶我呀 现在每天都梳头 最近啊 我这头发比原来 你看好多了 真的耶 啊 这条传言呢 来自一个民间的传说 话说 有一位老奶奶 每天梳头一百零八次 结果到了一百零八岁的时候 还是仍然呢 能拥有一头乌黑的头发 所以我们这个传言就是 每天梳头能够预防脱发 滚动起来 胖姐 不对 这个小片我也看过 我看到了这个 我就照着办 天天带一小梳子 没事就梳 但你那头发是卷那么多梳子开吗 我这是虚假繁荣 这是烫的 吹的 不是真正的 完了我就梳 梳完就那小梳子上都掉了好多 后来那我也忍着 我说那我也得梳 我一定要长出一头浓密的头发来 但是没想到 真的就是越输越掉 越掉越输 所以后来实在就不行了 扛不住了 对扛不住了 所以我现在就是保持不掉 小心地维护 能保持现在就算胜利 别招他了 对对对 我觉得现在很多人 特别是男生 几乎每天不梳头了 我不用梳子 我好久没梳过头发了 你感觉一下 试试 你们聊着 对还是 感觉一下 所以我这胖姐还等着 灯着还亮着呢 刚才胖姐说的这个 要不要惩罚她 有没有道理 二位医生 三二一 惩罚她 惩罚她 我看的这个烟惩罚得我倒挺高兴 那说明这个梳头 梳头有效果 有一点用 你不要停 再感觉感觉 我可能节目结束的时候 就成胖姐的 不吐发脸 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保镜的一个动作 因为梳头 因为我们头发 头皮的这个位置 是我们很多 坚弱的一个晦居的地方 不一个百慧穴吗 刚才 对 百慧穴 就是这样子 很多阳筋的 都在头皮 晦屈于此 晦屈于此 然后通过梳头的方法 可以达到一个 梳筋通络 你气活血 镇静安神 睡不好觉 像梳头有个好处 最后 活血生发 有这个效果 一会儿睡着了 但不是梳头发确实像胖姐说 它掉呀 掉是这样的 掉有点那种因素 一个人可能本身滑出去不好 第二个人梳子没选好 梳子没选好 那你快告诉我 什么梳子好 大家看看 这么多 各位看看这么多梳子 你看 哪个梳子好 哪个梳子不好 有这种长尺的 对 宽的 更宽的 萌萌刚才用的那个 还有飞镖 是吧 对 金属的 还有金属的 跟飞镖一样的 跟簪子一样的 对 这是个啥 这是个 节目组 这也叫梳子 这是个发簪吧 不是 这个梳子呀 我觉得对头发的梳理作用不大 但是起到按摩的作用还不错 这个我觉得应该叫B字吧 怎么推荐梳子呢 两位一生 那么梳子 这个呢 我们选梳子的 首先去看材质 材质 材质大家看 这个梳子是木头的 这个梳子 这个上面也是木头的 这个呢 这也是木头的 这三把梳子材质都没问题 木树 木树子 还有一种树子叫柳角 柳角树 柳角树 或者羊角树也可以 动物角的 就是角折的那种树子 是比较好的 因为这两种树子呢 对我们人体部产生静电 就是木质的 像这种金属的 金属树子 怎么样 和这种塑料树子 它都容易产生静电 今天以后 刚才前面讲了吗 那个毛小皮 就张开了 木质的 牛角的都可以 那么第二个就很重要了 就是我们树子齿 选什么样的好呢 好 好多人喜欢这种树齿 又密又好 又小于轻盈 小树子 啪啪啪啪 这个很多树背头的 对 这个树子齿呢 不好的哪里 有两点 齿太尖 齿太尖 也能够划上头皮和毛泡 第二点 它的齿呢 太密了 太密了 应该是用吸收一点 吸收一点的齿 像胖姐那个卷 那就属不动了 对吧 就挂在上面了 像这个树子 就是这种 这个齿就比较好 齿子比较稀 比较 齿尖比较圆润 它不太容易 划上头皮 那这把树子很好 首先是它的这个齿 齿尖 这个树子你知道怎么用吗 你看它中间 所以一般用之前 先敲打一下 真树子 然后再叔叔 先让我再上吧 这个适合头发长的女生 用这个 你别说 小璐我发现了这个特对 首先 它这个尖距没有那么密 对 二它上面是带球去的 它没有那么尖 对 但它敲这两下真舒服 它那个上面 它有空气的一个 对 它是气囊 它可以按摩头皮 你看 边伏边敲 真是这样 你看 可以敲 最后一点 李医生作为女生的代表 这个力度得掌握好 你不能是 哎呀 输不下去 你瞪 这不行 对 要比较的轻柔 轻柔 然后呢 次数也不能过多 过多过少都不行 要适中 你基本上输完了之后 感觉很舒服 头皮微微地发热就可以 你如果输完了之后 感觉又疼又痒 又不舒服 而且掉很多头发 那肯定是不对的 如果没有梳子 我们能不能梳头呢 一样的人梳啊 没有梳啊 一样能提取灵魂 对吧 我们只梳啊 对吧 也可以的 轻轻地用指幅啊 推一推啊 姿势也是迎着筋动方向 进行 输筋通路 输筋通路 所以有没有什么好的套路 或者方法 手法 有有有 借着我旁边这位道具 对 这个一般我们要按摩的话 有几点注意事项 第一个人支架不能太长了 如果太贤太长 你只能指幅去翘 指幅 可以用指尖去翘 像我这个指甲呢 很短了 我这个指尖是可以翘的 从这开始 对吧 轻轻地扣机 到后面来 到后面 然后呢 可以做点状的按摩 对吧 头皮点状的按摩 也是可以的 学着点 学着点 我们头皮很虚位 睡相按一下 试一试 对 可以试试 对对对 可以试试 学会了 哎呦喂 小卢哥哥 你真的是配了 喷了二级的发酵 这硬的 别找不动了 我们考验你 记尸手法 发热了吗 先生 这个方法呢 在办公室比较简单 比如说 如果我们做办公室的 它其实对着电脑 特别多IT含义的 长时间做这样 肯定不合适 我们可以每个小时呢 休息一会儿 让自己呢 给自己收拾头啊 给自己按摩按摩 闭目养神一下 然后再继续工作 这样对你的身体 是有好处的 为什么我们找了 这样一个模特 闭着眼睛做的 就程序员看到 他会很心寒的 但是 对不起 太舒服了 我也停不下来 就是我们说 是不是针灸 对头皮有好处啊 叫什么梅花针嘛 梅花针 传说中的梅花针 大家看一下我们手法 这叫梅花针 这叫皮肤针 因为它这个形状 扎下去以后 像个梅花一样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来个特写啊 这头呢 是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六根小针 对 这边呢 是一根针 对 这个梅花针 也是我们民间 还有我们中医 非常常用的一种方法 在临床上呢 我们用于班徒的病人 更多一点 它有几点好处 一个是你局部敲击了之后呢 也是可以促进我们这个局部的血液循环 再一个是呢 它会形成一些微小的孔道 你如果敲完梅花针之后 再配合一些外用药物的治疗 它会吸收得更好 它对于这种经络也是一种刺激 是不是应该是在中医的指导下 医生给做 别自己做 这个因为操作比较简单 其实完全可以患者自己在家做 看它这个力度是可以掌握的 它这个bar是有弹性的 你可以根据你的能够承受的这个强弱 然后来调节你的这个力度 你拿它是 在这个模特上 有这个弹性 你通过这个摆动的摆幅 摆幅的大小来压力 这就要比较大了 就是给它力度比较强 轻轻地翘 看 兄弟啊 兄弟 疼了 一般的我们敲到皮肤局部 头皮微微地发红就可以 不建议敲出去 很多人自己在家 它为了达到快速的生发的目的 它就对自己下手特别狠 然后敲出血了 其实这种反而效果不好 又学习到了梅花针 我们要慢慢地循序渐进 别上来就敲击得太厉害 我们的这条传言说的是 每天梳头发能够防止脱发 有一定道理 有一定道理 但是前提是要选对了梳子 对我们皮肤要好的 刚才医生说的几点 材质 形状都要有讲究 我们来看下一条传言是什么 嗨 我头发是越来越少 伴随那边原来有提出的 挺好啊 充满的脑袋不长毛啊 你就给我开开脚 您说我这个用什么办法 能照着头啊 竹铁啊 竹铁 靠谱啊 今天您问我才问对人的 我这大半辈子都给头发打交道 这点知识还懂点 您的毛发 最主要的生长元素就是铁 平常啊 您多吃点什么干啊 菠菜啊 东北黑木耳啊 都成 您经常吃这个 它能自育毛脑 促进头发生长 得了您 好 完事了 谢谢您 欢迎收看偏方夜谭 我们这第三个传言说 想生发多吃铁 多吃铁能生发吗 来 滚动起来 无尊 我觉得这个说法应该是正确的 因为像我自己的父母 他们已经步入了一个脱发的年龄了 他们在家呢 就天天搞一些含铁量 比较丰富的食物去吃 而且我们家人群里也会经常分享一些 就是说多吃铁这种食物 对头发有好处的一些饰品 对 相亲相爱一家人的群里 对 是 相亲相爱一家人 今天这期节目的内容 一定要转发到那个群里 必须的 必须的 他认为这个事是对的 要不要惩罚当RV医生 需要惩罚 来来来 我觉得也是对的呀 刚才李老师还说呢 发为血之鱼嘛 不对吗 烧过头发吗 烧过什么味儿 跟羽毛的味道 对 一样的味道 什么味道 一样的 蛋白质 主要这份蛋白质 光补铁 铁是很重要 但是最主要是铁铁蛋白 营养够了以后 当然了营养我们所谓营养的 蛋白质是主要的 包括各种维生素 矿物质 钙铁铅 包括维生素B族 要么多吃粗粮就有好处 我们多吃这个粗粮里面 含有丰富的B族 维生素B族 B族对头发的生长 是主要有帮助的 脱发人群 他应该多吃哪些食物 是有好处的 主要是要营养均衡 不能挑食 像让头发长得快的 有几种食物 大家可以多吃 像这个海带 海带 对 台菜 然后菠菜 还有这种海蜇 海蜇这些 都是含点比较高的 这种食物 会让我们的头发 长得快一些 但是说到生发 还记得一个东西吗 和手屋 对吧 一说生发 和手屋多吃点 是这样的吗 既能外用 好像也能吃 对 外用这个也可以 和手屋确实是一种 生发比较好的一种药物 我们临床上 也是常用的 但是有几点 还是需要注意 特别是它的 这个毒性的问题 和手屋只有 如果酒蒸酒晒以后 它的毒性才最低 尽管这样 它有些人 他吃了和手屋以后 真品吃了以后 它可能还是有一些问题 所以我们在 会有什么问题呢 肝脏损伤 主要肝脏损伤 肝脏损伤 肝损伤 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在用和手屋制品之前 一般建议查一下 肝功能 查一下 如果用三个月之后 再查肝功能 如果出现什么问题呢 出现了一个乏力 黄胆 黄了 厌食 对吧 那时候肯定要注意了 外用的话就没问题了 如果我们用外用的 刺制一些生发丁的话 加点后手屋在里面 那就没有什么副作用 还比较安全 杨主任说到了 自制生发丁 在节目开始的时候 我就跟大家说过 对 你会带来这个配方 有 自制生发丁 里面就有和手屋 说一说吧 现在我们就来公布一下 这个独家秘方 有什么啊 来 上一下道具 哎呀 拿起小本赶紧记起来 这个宝贵的 让人充满希望的 自制生发丁 就在我手里 只有60毫升 脱发语叫非常6加1 叫1就是脱发 6就是头皮出油 脱皮潮红 脱皮扫痒 脱皮异味 脱皮毛浪岩 这次东西呢 它有6个加一个嘛 我们这个吃完 磨完之后 不仅能够 得头出油 头痒 头血 异味 都有好处 它能生发 它是怎么调配出来的呢 这里面最主要成分是两个 一个单身 一个苦身 单身 共同思物 像素上有能补血 能活血 它能够抑菌 苦身能造势 能控油 控制油脂分泌 那么和手屋跟不过脂 是补肾的 补肾的 能够生发 那么春雄呢 是引药上行 把药往上引 把药的发力往上走 刺不叶子道 非常好的一个 生发的 治白发 生发 白发 都是它 非常好的药物 薄荷呢 是一个 用上去呢 它能够清凉 用上去很清凉 很舒服 同时它是一个 很清爽 增加药物 脱皮吸收的 薄荷 还有薄荷分 所以栽起 达到一个 活血化鱼 补育肝肾 活血肾化的效果 你看这些药材啊 平时可能我们也听过 但它就不敢这么去组合 配舞 具体怎么做呢 如果没有那75%的酒精在那儿 我真以为这几个 就是炖汤喝 但其实它是 要把它泡成药水 要丁寂 那么我们怎么做呢 那么我们请 你先报摸一下 那这样把每样的取一点 取个三克左右吧 每一样都是三克左右吗 对 那我们刚才每样三克 3721 3721 我们五倍酒精 五倍 对 21克嘛 100克酒精左右 100克的酒精 对 就是重量到五倍 一般我们浸泡的时候 经营的最好是用 棕色的瓶子 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面的不固执 它是怕光 我们盖上盖子以后 大概闷上去以后 七天 够了 不要超过七天 七天以后 我们把这个 它就会药汁啊 就会像生化症一样的 那种药汁 棕色的药汁 这种药汁 然后呢 把这个药榨去掉 把这个药汁捋下来 还装在那个棕色的 小瓶子里去 然后去擦拭 我们的特化虚 就可以了 这里再次提醒啊 大家在家做的时候 尽量选用茶色的 棕色的 能够趋光 闭光的这样的瓶子 我们今天是在现场 为了给您演示 用的是很透明的 如果这瓶的话 就得放到一个有遮光的地方 暗的地方了 对 哇 很有意思 放在盒子里就可以了 如果小块的半兔啊 就用棉线 直接涂就可以了 如果比较大的棉线 像这个老袋比较大的头发区 像我们 东方 东方先生这个 那棉线太慢了 对吧 因为棉线很硬的 它来把头皮能够处伤了 我们最好用海绵 海绵的好处有三颗 第一个呢 它很软 它恐吸很多 一次能吸很多的药 第二个海绵 涂的时候 它不会上涂皮 第三个 脏了以后洗洗 晾盖还能再用 可以重复使用 那像东方这种情况 还有必要用这个吗 可以用 也可以用 还是有希望的 还是有希望的 怎么用呢 我们打开这个盖一口 把这个瓶嘴对到上面去 把海绵稍微挤一挤 湿了不滴就行了 不要往下滴 海绵湿了就可以了 吃完以后呢 海绵去擦湿 这样呢不费药 不会浪费药 擦一擦 也别擦太多 擦湿就行了 擦湿 不要往下流 别躺了 因为这里面有不固执 有不固执 不固执的话 它有光敏性 如果呢 它接到流到身上去 如果没洗干净的话 第二天那个皮肤 会出现那种黑硬 它一见光 它就会 所以不固执 能治百点缝 对 能治百点缝 是它 对 它使用 所以尽量呢 晚上除完药 第二天要给它洗干净 它就不会出现 那种丝沉了 一天几次呢 一天两次 如果夏天的话呢 如果光涂 出汗 出汗比较多 晚上一次最好 晚上或早上洗 冬天嘛 睡觉之前 自干性比较弱 对吧 大家可以 一天凑两次 对 好 这些所有的中药材 在我们的药店 都可以买得到 都是普通的药材 好 太好了 对 谢谢 谢谢 充满希望的 一瓶小药水 希望能够给大家 带来浓密的头发 但是有人说 我还是不太相信 又吃药 太慢了 对 太慢了 我就想要 立竿见影的 所以他想到两个字 直发 也是一个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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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位医生怎么看 是建议 只要你头发少 就去直发吗 还是这个直发 要根据有先前条件的 那么直发呢 一句话概括呢 就是叫 毛狼资源再分配 再分配 我们家院子里面 树很多 院子前面空的 怎么办 把院子后面的树 拿一部分出来 放到前面去 什么样的人适合直发 什么样人不适合 做头发移植的话 必须每平方厘米 有40个单位 我们家只有一亩地的苗 像种四亩地 西部隆东的 不好看 那不行 我觉得直发 这个会不会损伤 我们的头皮呢 过去叫 叫取头皮条 取一块头皮条 叫FUT 然后呢 会留一下 一个现状的疤痕 那是过去 那是过去 现在呢 现在都成用的 叫FUE 就单个毛狼提取 小的环钻 只有0.9到0.8 多少 毫米 0.8毫米 对 那个重是怎么个重法 你没理解 重跟重机 是一模一样的 一模一样的 就是打个孔 插一个苗 成活率怎么样 这个直发之后呢 不是 它是一直 直发之后一般是 两周以后开始 心脱落一部分 虽然刚开始会掉 但是只是掉上面的头发 老头发 对 点了个毛根还在 然后呢 大概9个月左右的时候 这个全部就长出心毛出来了 就代表它活了 对 谢谢两位医生 来到我们今天这期节目 也谢谢各位健康观察员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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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